你給他一個指令說 今天你做這一區的玻璃都給你擦 他們是一直做一直做 不會休息 變成說我們還要看 天氣熱太久了 停手邊的工作 停下來去洗手喝水 他們才會休息 就是這麼可愛的一群孩子 我去前面幫他們裝落葉 他們都很好啊 所以每天的工作都很開心啊 你要才掃得乾淨啊 因為我們在掃的地方 來 你在裝落葉的時候 你掃進去 然後哨把可以先放著 一隻手扶垃圾袋 華紅 今天的工作照拍了沒 那你要不要先拍一下 我們掃完了落葉是不是又掉下來 客戶如果說你沒有掃的時候怎麼辦 給客戶看照片 我們今天有工作 可是樹葉又掉下來了 沒辦法把他掃 再幫他掃一掃 每一步你都要講得很仔細 那久而久之他們照著這個流程 每一天這樣做有一天他們就會記起來 他們就會記起來 欸小心腳邊不要擺倒 那 戴著口罩工作很好嗎 戴著口罩工作很好嗎 戴上會擔擔 那當然要做嘴 家威他的園藝相關的姿勢就還不錯 所以你看他修剪出來是還算是平整的 他的仔細程度比其他學員高 他在剪剪剪他會回頭去看說有沒有平整 或者是有沒有哪裡漏掉了 凸一隻出來他會回頭去修剪 你去抓一點點就要剪刀嗎 有啊 戴著口罩工作很好 戴著口罩工作很沒力 來 你的腳邊 腳邊有泡泡 通常幫我們洗好了 好 別動 這一個是我們住點的場區 所以這裡是比較沒有影響 但是我們有很多 例如說學校啊 或者是公家機關 他舉辦活動需要垃圾清潔分類 因為疫情原因取消了 所以業績也是因為這樣子少了蠻多的 大概掉幾層 應該三四層左右吧 來 金輪 你說你現在在做什麼 倒清點劑 不用緊張 有漏斗 不會灑出來 好 戴起來 把它這樣鎖緊對不對 對 其實這些孩子他們真的很乖 那雖然說他們本身有先天的一些障礙 他們自己都知道 也因為這樣子他們更珍惜工作機會 接下來 首先要做什麼 貼貼紙 把貼紙從中間 你怎麼可以貼得這麼漂亮 因為我喜歡手工的 那花紅呢 花皮 加什麼 花皮腳蕭 你看它這樣很大一個 其實它是我們裡面最害羞的 你要跟它相處比較熟了之後 它會變得很活潑 也很可愛 然後也很貼心 今天早上在學校那邊工作的順利嗎 可以 它會很熱嗎 還好 早上還好 這一群孩子他們不斷的在進步 雖然說現在全球疫情的嚴峻 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們努力的 本分的腳踏實地的做 我們還是可以克服這些難關 能夠慢慢的有所突破跟成長 好